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克新闻 我是婉伦 今天要来关心美国房价降温 今年以来 联准会以激进的方式强升息 导致美国房市资金派对提前结束 买气明显降温 从最新数字来看 7月美国房价仍呈现年增 但是增幅却是史上最为放缓的 数年来首见 外媒报道 根据标普道雄指数公司公布 2022年7月全国房价指数 较去年上涨了15.8% 比6月的18.1%差了2.3个百分点 改写最快的增长放缓记录 根据全美不动产中介协会 9月21号公布 8月全美成屋房价的中位数 较去年同期上涨7.7% 是2020年来6月以来的最低增幅 你们认为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课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进广告咯 恭喜理财周刊 22周年 22期只要2222 在天使数字当中 2222是强大的数字 毕竟我们事情不是偶然发生 这一切来的这么刚好 赶快订购让晚轮打给你 我会想着这个 继续 讯会 明天 词